台电东部发电厂110学年度促进电力 开发奖助学金27号上午颁发 今年颁发的金额总共有460万元 奖助名额共有1283名 包括了各级学校的优秀以及贫困学子之外 受奖的学子分别为 秀林乡、南澳乡 以及吉安乡甘城村、南华村15到17林 以及寿丰乡西口村等发电设施所在地的在学学生 台电东部发电厂为了善尽企业社会责任及回馈地方 奖励发电设施所在地的清寒还有优秀学生敦匹力学 连续31年举办了促进电力开发奖助学金的颁发活动 加会电厂所在地的无数青年学子 鼓励他们用功读书 日后学有所成也可以对社会有所贡献 我们台电的话本着就是 曾经关怀服务成长的一个精英理念 来实际办理这个奖学金的颁发 那今年度来讲的话颁发的奖金人数 受奖人数有1283位之多 我们最主要就是要鼓励 我们电厂所在地的一个学子的话 能够好好的向学 能够将来学有一技之长以后的话 能够贡献所长 贡献回馈乡亲 然后照顾乡邻 去年条件师傅又放宽了吗 是因为我们想说 这是一个鼓励嘛 鼓励一些学子的话能够努力向学 所以说我们条件有所放宽 所以说受奖人数也增多 110学年度奖助学金的项目包括了身心障碍低收入 一般低收入、学优、才艺、特别奖助学金等五大类 其中特别奖助学金是扶持经济遭遇重大困难 或者是生活陷困境的学生 总颁发的金额高达460万元 共有1283位学子受贿 这里会换室报导